OK 讲完这个购物中心的话 我们再讲一下学校吧 学校其实是大军城挺大的一个亮点 因为那个主规划人嘛 他就是从小也受他父亲影响 就可能全家就生活在那种 连饮游水都没有村子里 但是他父亲好像是那个村子里 唯一会讲英文的人 OK 所以就很重视给他的教育嘛 知识改变命 对 就是他就有点这种 所以他做大军城的时候 觉得一定要有学校 其实大军城现在我们说的 一共就六个区嘛 他学校从小学中学加起来 公立私立 总共就有十几所 十几所这么多 对 Child Care有十几所 就非常的多 那这里面有公立的学校 私立的学校大家比较熟知的 包括那个Anglican Springfield Anglican 然后St Peter's St Peter's一个分校 比较大的吧 对 这两家比较大的 还有吗 还有些公立的 对 圣公文因为教会嘛 他应该是跟教委说去那边造学 教会反正还蛮有钱 最好的我估计好像是那个Anglican 就从之前的排名看 我看也是 差不多 两个学校难分伯仲吧 我觉得 然后学费的话呢 St Peter他应该会比那个营救聘点 St Peter的稍微便宜一点 那成绩的话呢 应该还不错 Anglican的学费 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你看幼儿园到六年级 就四千多到八千 然后七年级到十二年级是多少 九千到一万 就基本上学费都是在一万以内 OK St Peter呢 St Peter我没看 我估计差不多 应该差不多 我收过一次应该是 可能是高年级 可能一万出头一点 应该是没有到布里斯班的那个价格 我看了一下他的排名 他去年的那个高考排名 好像是在整个昆州排第三十吧 三十 二十九位好像 那还不错了 对于一个 跟其实John Paul John Paul City Point 其实差不多了 对对对 就和那 我说第二梯队 第二梯队的私校 其实排名差不多 对 肯定不能和头部那些什么两万五啊 这种这种这种学校去比了 对 但性价比还不错 性价比就不错了 对 然后 大家没有必要特别纠结 说这个东西排名 我觉得 还蛮好的 就就教育 教育解决了 房价也不是特别贵 生活很方便 对 我之前有 我之前有带过几个中国人去看 我发现呢 就是如果你是生活在中国的 或者生活在华人圈的 你去看呢 就可能看不太懂 看不太懂 他说 这地方怎么会有人喜欢 但是我去带两个 就是稍微可能比较年轻一点 或者他从小就生活在这边的 或者可能读高中的时候 就已经过来的那些人 他比较能够接受那种 白人的这种生活习惯的 我带他过去看的话 他就他就可以看中 就他不 如果你 如果你不是特别依赖华人生活圈子 然后 Springfield 我觉得是一个比较 性价比还 虽然虽然现在有点长 但性价比还是不错的一个城市 对 OK 那我们讲完就需要再讲一下医院吧 对 医院现在的话 它是有家那个 马塔的私立医院 但我看新闻 就是昆州州长已经说了 之后会跟马塔在 在他现在私立医院后面建一个公立医院 差不多好像到24年会完成吧 那那边有医院的话 肯定也会有大学吧 对 然后 对 那个大学 那个大学就在那个购物中心旁边 叫 什么大学 南昆士兰大学 南昆士兰大学 他基本上把很多很油脂的资源 都拉到了Springfield来 嗯 否车线 高速 说明他这个人还是蛮有能力的 嗯 就能够说服很多的那种大公司大的购物中心开发商 嗯 应该挺厉害的 就跟他最开始合伙的一个白人 他是工程师嘛 嗯 他还比较年轻一点 那个时候最早的时候 呃 这个斯里兰卡人就说服他过来帮他 而且没有要薪水 嗯 就是白手起家那种 对 对 然后但是他跟那个澳洲人说 他说可能若干年之后你会变成一个 就是百万复文 哈哈哈 就画大饼 对 但人家真的厉害 人家是画成了 啊 就把所有的图全部图 拿着图去找 找那些供应商 嗯 说你能不能帮我实现这个 实现之后咱们就一起支付这种感觉 嗯 对啊 确实大的开发商真的很多 什么Landleast啊 Stockland 这种都是上市公司嗯 专门是做基建做做做社区做做基建的对 然后医院学校嗯 政府的那种因为火车线是归昆斯兰政府馆的嘛 嗯 那高速应该也是昆斯兰政府就是州级政府馆 对 他能把这些东西全部搞到一个城市来 真的还蛮厉害的 对 呵呵 好啊 还有啥 应该周围的配套都讲的差不多了 嗯 要讲房价了吗 对 讲一下房价吧 嗯 最早的时候 反正上面两个我是有听说 就是你August High和那个Brooke Water 嗯 但因为他们的名字不叫Springfield 所以说当时我就没有太在意 我是不是连 你以为是外面的 那两个区是不是到底是属于Springfield 还是属于什么Ipswich 还是都我都不知道 反正就是在那旁边我都没怎么注意 嗯 我注意到的是Springfield Lake 嗯 很早的时候应该地价应该是买 反正很便宜 当时房子应该 我看到的时候是四五十万 嗯 四五十万就随便买 就随便买什么双层可能也就五十万 单层的话呢四十万 你要再照再破一点地再小一点的话 我估计四十万不到都可以 就比现在的Parkridge还便宜 和Parkridge和现在Parkridge有点像 就四五十万区间就非常多的房子 在四五十万区间 后来一直到大概差不多一 一一八吧 我印象不是很清楚的 反正就是三三四年前的时候 我发现那边房子开始卖六十几万了 嗯 就双层的房子开始卖六十几万了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哇 这个地方 竟然能涨 还能 因为我当时都觉得好像那个地方好像不太会涨了吧 嗯 华人都不太愿意去嘛 嗯 怎么会涨啊 然后又又很便宜 然后我发现哎 这多长的又涨百分之二十了 嗯 我就觉得啊 那个地方可能还真的应该好好的去看一看 因为我只是在地图上面看了 嗯 这么偏的一个地方 后来我自己开桌过去看的话 虽然华人没看到几个 但是购物中心走了一圈 然后住宅区走了一圈 那个 那个氛围我应该能想象到 就是虽然我不了解 但是我知道可能老外住在里面 应该还是接受度还是很高的 对 有市场的话就会有人买进去 然后人越多他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人越多商业越好 那他的就钱就越多吗 那钱越多就会有更吸引更多的投资进来 然后整个圈子就会越做越大 现在是这个样子 嗯 现在的话我看了一下他的房子 如果你要造的比较好的话 他的定位应该会比较接近PLARA 如果你有PLARA的预算 你可以选择Springfield 是这样这样的一个情况 唯一的区别就PLARA离可能华人区更近一点 更加对华人的胃口 那Springfield呢 他虽然同样价位 但距离确实比较要 还是要远很多了 取决于说这个距离 对你来说是一个 很大的影响 还是说你 你不太无所谓的 无所谓的话呢 生活环境的话 确实还是Springfield 我觉得会更好一点 如果你不是那么依赖华人区的话 Springfield是一个 我觉得非常值得去考虑的一个点 他该有的东西真的都很全 教育从小到大 交通从地铁到高速 房价不是特别贵 就是他很紧凑 所以他就发展起来非常快 感觉就是这样 对然后生活的话应该 说实话那个 工作教育生活的越小 铁三角越小 你生幸福指数越高 很多人都 大城市生活太累 就是压力太大 压力大有什么资金压力 房价对吧 通勤压力 时间压力就是你的通勤时间 剩下就是什么教育就业的压力 就像我有 我有就是老外的朋友生活在那边吗 他们两个小孩都上了那个 应该是30岁出头吧 三三三四岁这样 应该可能就很早的时候 在那边买了一个自住房 后来没几年就在那边又买了几套投资房 就是在那个时候 就反正就是就那边的人 就是可能跟布里斯班人 那种生活策略就不太一样了 他就是那边房价比较便宜 然后我住的很舒服 建一个很大的房子 然后之后存几年前又有预力 可以去买周边的房子 而且那个房子还可以 就是基本上可以移租养房 就还生活的挺滋润的 对就幸福指数比较高 各方面都没什么压力 像我刚才说的很重要的几点 都是现在城市人生活的压力来源 他如果能把你把这些东西都解决掉的话 会好一点 华人不太能接受 我觉得华人身上生活习惯上 思想上有太多的枷锁 他不像老外就很开放 就怎么都行 只要能够满足我以上所说的那几点 他不太care那种固有思维 我们华人固有思维就是 都要上那个学校 我要上我要上最好的 我不是前五名的 我看都不要看 我不管付出多大代价 学费多贵 我一定要用最好的 住的话呢 我要住最贵的 我要离华人去进 我要住最贵的 我要住最好的 对我要传统意义上大家认可的东西 OK 就是他更容易受到大家思想上的一个影响 那我们要不讲一讲 可能Springfield比较适合怎么样的人 什么样的人 其实可能挺适合你去那边开个小生意 什么 一家人就在那边 孩子在那边上学 就如果你不是 如果你不是很在乎别人的眼光 然后就是不是那种喜欢扎堆扎堆华人区的 然后生活的话节奏可以自己控制 就你不是很依赖布里斯巴安City 即使你非常依赖 我觉得那边也有条件是可以到达的 对但你不是很依赖说周边的一个 就是比方说我是住Rochdale 我非常依赖GardenCity 就隔壁几个区域 我非常依赖他 我要去Logan买一些建材 我要去GardenCity Shopping 我要去什么Selling Bank 我要吃中餐 我要去南岸 我要去参加活动 如果你觉得对于周边的区不是特别依赖 你只要在一个小圈子里面 能够实现自己自足的一个生活圈 那Springfield就是一个性格比非常高的一个住宅社区 确实 录完这期我们就搬过去 我就是那种很传统的中国人 有太多的甲锁在里面 留守Rochdale 就是有太多的牵绊 如果你是一个很自由的人的话 其实真的可以生活的更加轻松一点 老婆去Anglican上班 不就好了吗 好像可以 好像可以 对就像很多为什么悉尼人会跑到布里斯班来 就是因为他们想通了 但是有还是有很多人他就他就是被悉尼这个大城市的概念所捆绑 然后不管我买多远我一定要留在悉尼 就是人一定会有两种选择 那我就是被捆在这个布里斯班的就去不了那个地方 所以说永远希望有一天能想通 说到这个悉尼我们上次跟我们分享打疫苗的那个朋友 他就是从悉尼搬过来的 我们有机会可以让他跟他讲一讲 他们家从悉尼搬到布里斯班之后生活的变化 因为他们也是带着男孩子一起来的 我觉得听完我们学习介绍的朋友 如果对你没感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去看一看 感受一下那边的一个生活氛围 觉得适不适合自己的一个喜好吧 对 看完了还是记得要回到鼎盛之野 别就真过去不回来了 好吧 那边现在大概的土地stock怎么样 土地stock非常紧 我之前问了一下那边的几个大开发商 他说同一块地还没有开盘 上面很热门的地上面能够拿到4040到50份EOI 就40到50份定金 他说说我要选这块地 但最后没有办法只能开盘的时候 大家再去慢慢的去分嘛 就比方说OK 你是第一选项是这个 你能不能接受你的第二或第三选项 如果不能OK 大家就要再开始要比了 然后说你是现金买家 OK我把这个递给你 我是贷款的我就拿不到这块地 他就是要看买家的条件 没开盘就是这个样子 我还是有一点点机会可以去 如果你信息获得的更早更全的话 还是有机会可以去拿到一点地的 好吧 我这边可以做一个预告 就是预计可能今年下半年 第三季度吧 下半年第三季度 可能Springfield会有一波 有一波不少数量的土地会释放出来 希望感兴趣的话可以 不管是自主还是投资 感兴趣的话可以在鼎盛这边登记一下 有消息的话就可以第一时间拿到第一首消息 好 那我们今天关于大乘乘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大家喜欢视频记得帮我们点赞转发一下 有想听的区域记得在评论区告诉我们 关于大乘乘有更多问题 欢迎私信我们 好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最后请大家不要忘了关注我们的频道 因为我们的频道不仅有布里斯班房市的优质内容 还有布里斯班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相信你一定可以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布里斯班哦 那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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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